已婚还是未婚 未婚 然后的话 上偶的话我也能接受 离婚的能接受吗 离婚的不能 如果你单身 我帮你相亲 大家看看今天地球村有为农场来了多少条 请坐 12345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在家 其实都不用介绍了 自己说一下 你叫啥 我叫康小葵 年龄 年龄43 性别 这些都不用我问一个说一个 一次性把它说完 姓康 康小葵 一九八一年 十六十七 年龄43 好 请坐 报年龄就行了 来 哼哼 我说我叫啥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福的 叫吴江虎 一九八六年的 今天三十八 挺多 挺多 大家好 我是吴山虎 八八年的 今年 三十六 兄弟俩 都不瘦 都不陌生 这位更不陌生 大家好 我是中庞 来自江西干主 八九年 嗯 多少岁 三十 还要想一下 三十五岁吧 我一直以为我三十岁左右 庆祝 你家是不是没买衣服 有 就是 没钱买 比较专一 嗯 对感情也比较专一 所以一直都是 是吧 大家看重穿衣服也看得出来 就是比较专一的 嗯 是 现在这个颜色 春天到了 哈哈 这位是新面孔啊 给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发明 我是一九九二年的 今年三十三 嗯 他这条件还可以 而且 长得又高又帅 又腼腆 中方说有压力 真的 我压力特别大 我本身之前拍出视频的话 那这么多 信息 然后的话我还挺有自信 忽然间来了这么多 今天一下子来了五个 这个比我帅 他俩的话 经济条件 他们三个条件都比我好很多 所以我一下子真的压力特别大 我竞争对手不当当这五位 可能还有 三千万的竞争对手 所以压力的话 是真的真的 特别特别大 那一下吃个萝卜 请坐 我都没得吃 请坐 请坐 三千万分之五 这还差一条 第二声欢迎你到齐了 哦 哦 单身狗 其实并不可耻 我觉得它们在一起 各个是平等的 对不对 但起步是一样的 虽然中盘说 可能身价不一样 但又能怎么样呢 不都没老婆吗 是 因为以前的话 可能大部分人看了视频之后 都觉得就是说 还可以 当时就是说 可能 人家说的真正的婚姻 到了平时耍水平时就没有用 真正的在现实面前就不堪一击 真正的那些的话 别人肯定会在乎 就是说经济各方面这些考量 但是婚姻都是彩米油盐 都是平等的 都是要面对彩米油盐 所以 确确实实要 面对很多 包括海哥 前段时间推了三个 确实实海哥推了三个微信给我 然后呢 没谈拢 没有谈拢 一说到条件就 就没有下文了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一是 父亲八十岁 第二就是母亲 就十四岁不在 另外的话 可能就是说 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的话 差一点 车子 这些暂时是没有 以前有 但是现在没有了 以前我都有过 但是 在口罩之后的话 我都 没有了 一个口罩把你打败了 不算言辞的 我觉得 他们兄弟俩还好 这位 最主要 昨天 跟你 坐下 昨天跟你想的那个 昨天晚上想的一晚上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要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还是继续的帮你想 嗯 如果那个缘分发 那个就那个 嗯 那么我们可能要去一趟 活山 嗯 打算去吗 打算去吧 嗯 好 吴家大哥 吴家小弟 很多很多人有这个共母 两兄弟长得帅 腼腆 而且 多金 在这个社会 这也不算多金吧 我觉得 娶个老婆 这都不够啊 跟我说实话 到底存了多少 差不多 也差不多吧 就这么多吧 我就是说着实话 我没有说假话 不过还有 比弟弟多了一套房子 不是我的房子是 也是分期买的 分期的 现在也要付房贷的 那弟弟呢 就比你多了一部车子 对吧 嗯 那弟弟 最腼腆的 估计 你跟那个小康差不多 应该吧 反正 不是自来俗的那种人吧 第一面那种的话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 后面接触多的话 就不会这样子 嗯 就不跟人家那种性格开放的 可能就 好像有 有些人 不管是不认识的 他就是 一种自来俗 一下就很棒的开 像我们可能是 多见几面的话 就 不一样吧 那种 我那性格就这样 呃 上次视频播出以后 有没有你去跟别人取得联系 有吧 有去找评论 找过几个吧 嗯 有没有聊过 有啊 嗯 怎么样嘛 结果 那是人家要去见面嘛 那时候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吧 这么说 我发现两兄弟也都都一样 人家女孩子要她去见面 她们还牛牛捏捏的 难怪你们会担到现在 嗯 是不是 这是是不是你们单身狗的一个共同点 对 啊 是就是有点 不够主动 我觉得要主动 嗯 弟弟 能不能发挥一下你主动 再不主动 都明年50了 可以 那她要见面就去见面 是不是 只要 不要人家要求 你主动说 我上你家来 我到你工作的地方见你一面 嗯 可以啊 买送鲜花 行不 没问题 那不是小问题啊 这东西 啊 问题是要行动 先花值几个钱啊 对不对 嗯 嗯 腼腆 累脸 不主动 但是口才好的还是中反 呃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 其实 口才好别人认为这是 耍水皮子 然后就是说真的到了现实面前 真的如果说到了谈婚论嫁 因为我们是真心想相亲嘛 到了谈婚论嫁 那谈到真正意义上的时候 就可能 大家会那个 呃 会那个 是吧 然后就 因为进程确实 太大了 然后 越来越内卷 现在这种 内卷到什么程度 这边就很明显的 两个人一一看就比我帅气很多 而且比我年轻 没有我也有一个 呃 致命的缺点 就是我给人第一印象 就是四四文文的 仪表堂堂 像大学生 其实我的学历很低的 我只是初中毕业 然后 还有就是性格 比较 比较 比较弱 女孩子不是都牧强 喜欢强的 但是 就是 我性格 有点 弱吧 高也比我高 然后帅也 那个经济条件也 大概 还比年轻 对 然后这两位这个存款 摆在这里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产品油盐 这个内卷到已经四百 海乐化了 所以 所以请坐吧 我压力 特别大 今天在第二阵里念到了五十遍 压力大 哇 内卷厉害 我一看这么多真的压力好大 请坐 请坐 发明 说一下你的要求 因为其他几个哥哥啊 都已经说过了 嗯 而且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意图 然后 你想要什么样的女生 嗯 就是 我想就是 找 就和我差不多的 就是也 不需要 太高的学历 然后 然后 能聊得来 有共同语言 嗯 已婚还是未婚 嗯 未婚 然后的话 嗯 上午的话 我也能接受 那离婚的能接受吗 嗯 离婚的不能 只接受上午的 你这条件有点苛刻 因为 嗯 离婚的话是 是能 哦 哇 你在笑什么 哈哈 你笑什么笑 哈哈 你在干嘛 没有 偷偷的看一下他们那个需求是啥 过来 过来 我就听听 过来 过来 那赶紧的 这个 站好 你也单身狗 站好 来 我们地球村以前是不是有 嗯 六条地球村欢迎你 对啊 现在呢 哈哈哈哈 地球村欢迎你 到齐了 不是 你的终生大事解决了没有 嗯 没有 正好我在旁边歌唱我听到了 好像 我觉得他是来窥探哪一个 和事 那你直接来 你说哪一个和事 没有 我就是那个听听他们的责任标准 我就在想 我都想了大半年了 为啥没有那个 还没有着落 我就在听听他们现在来是对一些什么要求啊 哦 刚才错过了 只听他的发明 他说要上偶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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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我 你你你你你符不符合 他上偶啊 哈哈 上偶有点怕 哈哈哈 你过来拔个菜 你拔个菜 你别偷听啊 没有 看到不被劲啊 在旁边怎么听到租了一排啊 没继续聊 继续聊 那你继续蹲在那里啊 好 我们发明还没说完呢 刚刚说到 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重的口味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上偶的那个女人比较好吗 没有 就是 就是如果离异的话是人为 上偶的时候的话是 是意外 有道理啊 对就是 我就是 人尽量朝着 先找未婚的吧 我 找不到 就是 上偶的也能接受 看来大家的要求是五花八门 请坐 我认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相信 在我的带领下 这五条 不 包括那一条 多有可能脱单啊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嗯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汤也要 一勺一勺的喝 我们这期 就录到这里 等火 还有两个美女 闪亮登场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你 你 从天而降 等你 露在我的马背上 不认为 我感到这些尝试到我 明镜需要您的感觉 也是 我的心位 和我感觉 在我感觉 在我感觉 你能够带我 你能够带我 他也感觉 他也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